若唯物修行而不求圆解 这三七六度中五十果 这句话 一切的修行人要特别的注意 这句话一针到处 一切修行人没有佛的正见修想成道 修行之间决定一切 处事态度决定一切 若唯物修行 现在的人一讲起来就是观其门来拜佛念佛诵经 什么净都不听 什么善知识开示意不听 一直是我这样叫做变 我要努力的偏向极的世界 那可不一定 若唯物修行就是没有解 没有佛的正见 不求圆解 圆解是什么意思 大开圆解就是见心 意思就是不懂得用本性修行 若唯物修行 而不求大开圆解就是见心 不用本性修行 这三起三大生起解 广修六度中五十果 因为那不是成佛的因 中五十果 你永远不能成佛 诸位你可以知道见性有多么的重要 开佛的正见 你才有办法 成就佛道 感谢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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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事